在前九讲的讲解里面呢 我们是按照按第二部分 part 2这个话题分类来进行讲解的 分别进行了地点类 人物类 事件类和物品类 四个类别的讲解 那么相关的第三部分 part 3的话题呢 也都是依照着第二部分 相关的话题来分析的 那么接下来在第十讲里 我们由于前九讲已经 基本上涵盖了各个第二部分的话题 那么在第十讲里呢 我会专门把就第三部分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进行一个归类 那么第三部分的问题类型呢 基本一共分为六个类型 在第十讲里 我会在上半部分分析三个 下半部分再分析三个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 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类的问题 Comparing Questions 第一种类别是比较时间 那么一件事情 一个人或者一个物品 过去怎么样 现在又怎么样 或者是过去人们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 现在人们的态度 有什么样的变化 是不是一样 那么一共分三论 第二类呢 是人群 比如说性别上的比较 年龄上的比较 男性和女性 对于一件事的观点 或者是老年人和青年人 在爱好上的不同 这是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 第三类呢 就是地域类的比较 南北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 或者东西之间 或者是城乡之间 甚至是就是东西方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在里面 那么我给大家 在每一类的第三部分的问题里面呢 准备了一个structure 就是你可以去运用到的 一个答题的结构 那么这种结构呢 在很多的这个备考的 资料性的书籍里面 或者是很多课程里 也都会给大家介绍到 那我觉得就是 大家要集中价值所长 所以其实这种这个结构呀 是比较有降气在里面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因为每个人肯定都有 他自己的自己的思路在里面 那我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一个比较概括的 就是适合回答每一类问题的 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么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比较累的 首先admittedly 像我之前很多次都讲过的 就是要表现出 你理解了这个问题 承接一下这个问题 admittedly there are number 或者是 a range 或者是 a variety of 或者是quite a few differences 因为之前问的是区别嘛 比较累的 所以说不同之处 还是有一些的 有许多的 接下来呢 就开始列举哪些不同之处 并且做出具体的解释 首先 however I think the most obvious one would be that 在哪个哪个方面 有所不同 给出一个example 比如说 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 比较一件事情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 年轻人怎么怎么样 他们做些什么 on the contrary 可能老年人又怎么怎么样 给出另外一个例子 都是这个 第一个不同的方面的 相关的例子 接下来呢 第二点 in addition a second key 或者是main 或者是chief 最主要的不同点 区分他们的区分之处 distinction 或者是contrast might be that 又列出一个 年轻人可能会 喜欢怎么怎么样做 加一个example 再加上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老年人怎么怎么样 有的人会觉得 on the other hand 是不是只能 跟on one hand 来连接起来用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on one hand 不能单独使用 不过on the other hand 可以单独使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类 比较类的问题 可以参考这个结构 来进行回答 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 叫预测类的 prediction questions 让你预测 可能未来 科技上会有 什么样的发明 或者是 未来什么什么事情的趋势 会怎么样发展 那么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 首先是 what will 什么什么 be like in the future 这是问的具体 某一件事情 某一件东西 或者是 what什么什么 will we see in the future 比如说 之前我们说到过的 未来 家用电器 会有怎么样的更新 这是 有可能会问的 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还是像第一个 第一类型的问题一样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structure 供大家来参考 首先 I imagine that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some major changes with regard to with regard to 就填横线上面 或者达横线上面 前面那个问题上 问到的问题 问到的这个方面 就是 在什么什么方面 可能会有许多 重大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 就开始列举 这些变化 首先 to begin with I suppose that 那么首先 我 我觉得 我猜想 可能在什么什么方面 有变化 然后接下来第二点 in the same time I guess it's quite possible 或者quite likely that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要回答这个 预测类的问题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 思路要非常快 要想到具体的 一些内容 这是 这是这个 预测类的 接下来最后一点 in addition we'll soon have 或者是 we'll soon witness 如果问的是物品类的 就可以说 we'll have 如果是事件类的 什么事情会怎么发展 就可以用witness 对吧 这个是 第二个类型 预测类的 第三个类型呢 是原因类的 这个应该是 最经常被问到了的了 why 或者是 cursist questions 问为什么 这件事情会这样 why do so many people want to study abroad 对吧 这是一个 有的时候 在第一部分里 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 想要学英语 你为什么 想要出国 是吧 这都是 相关的问题 这是在第三部分里 有可能会问到的形式 接下来 why do people like watching tv 对吧 问这个现象的原因 这是为什么 那么 结合之前的讲解呢 回答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 答一个原因 再加一些解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因类问题的 答题的结构 首先 well in my opinion 或者是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几个几个factor there are什么什么factors 你可以说many 如果你一下没想到 我到底要 说几条的话 所以接下来 就是第一条factor了 the key cause 或者是base 或者是explanation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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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首先 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 一个重要的 这件事情的解释 重要的 这件事情 发生的基本 根本 基础 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几个 可以替换的 同一词 接下来 besides a secondary 或者是 a subsequent motive 或者是reason 这都是大家可以 穿换着用的 这个同一词 那么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 稍微没有那么重要的 次要的原因 是 would be that 这是一个表示猜测的语气 对吧 那么这是 第三种类型的问题 原因类的 那么 大家如果看一下 这个问题呀 这非常明显 因为他问的是why 对吧 那么第二类的问题呢 预测类的呢 一般都是用将来时 来进行提问 那么相对 第一类的呢 比较类的呢 都会有两种主体 在这个问题里 所以在听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听清楚 这个问题的 类型是什么 他想让你 怎么样去回答 所以这是我们 第十讲 上半部分的内容 在下半部分呢 我会继续分析 其他的问题类型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分析 感谢观看